2020年 是一個很特別的年 2020年是一個很特別的年 因為有很多沒有預料到的事情發生了 我在2019年的時候做了挺多東西 然後都是預備今年出的 說趕上計劃吧 雖然說延遲了一點點 就好像出了我自己的第二部微電影 在自己平台上分享給大家 另外就是在東京跟Short Short Film Festival 他們邀請我過去拍他們的微電影 然後很快又要上了 入行20年了 這幾年都挺開心的 因為可以選擇性地接我喜歡的項目 積極地去嘗試不一樣的東西 就比如寫我自己的劇本 拍我自己的微電影 然後就拍我自己的周遇 我們ént賣我們 可以選擇了